就是在你沉默寡言那段時間 那個時候我跟我老闆反映說 不能每次都是劇本我們在寫 然後都是那種資金製作啊 或者是另外一批比較會講話的人 然後他們享盡光彩 我說應該也讓我自己要去面對 藝人面對主持人 那我老闆就說好 給你試看看好了 在那天我就寫了一個腳本 然後大概花了一個晚上時間 想說要怎麼跟這些藝人互動 你不會有對鏡子練習吧 有啊 就是對鏡子練習啊 所以有開場白嗎 說各位大哥請聽我講 各位大哥這個很好笑喔 要注意喔 我接下來要講的事情 你們會覺得說是一個經典的 一個爵士的作品 我都對著鏡子上的模擬 各位大哥這個會很好笑 這個你也講得出來 不是啦 因為當時那些都是大哥啦 就是PONG啊 然後鄭靖怡啊 然後小董哥 小董董哥 所以你進去之後 真的有照著你的演練 就說各位大哥請注意囉 我就拿著腳本嘛 然後我還鞠躬耶 各位大哥 你們好 我現在要跟你們講 今天就反鞠躬的那一種 然後接著我就發現 自己拿著那個手一直抖 我一直抖 你是用講解的嗎 還是 我本來是打算用演的 可是我發現 遇到他們完全腦袋都空的 因為他們萬一抽菸 然後很冷漠的看著你 你就沒辦法了 他們是這樣 他們是五個人圍著 然後在那邊玩那個 寫巴王 你知道嗎 十三是來高級的 十三是來高級的 那後台還要玩紫骰子 紫骰子 然後那個還有那個 那個五家皮 然後你現在是在報復他們 你剛剛今天找出來看 然後還切一盤嘴鞭肉 講真的 講真的 真的嗎 他們以前後台的文化就是這樣 就是玩牌或者玩骰子 玩牌 喝酒 吃五味 對 他們就是要這樣子 那個氣氛才會好 上去才有辦法組織 真的假的 對啊 然後他們有看你演嗎 還是連看都不看你演 沒有 我就說各位大哥 他們就幫我演啊 然後繼續演說 BGBG 那也要怎麼辦 這個Chimp Rending 不應該吵他們啊 那我還是繼續講 因為馬上要錄影啦 我就硬著頭皮 本來思想要急性發揮 可是變成 因為腦中門有失去了 就完全依照劇本的內容 鄭 鄭敬一嘛 鄭表示說 大俠你為什麼來這裡 然後那個PONG就PONG 我來這裡一定有我的目的 我就這樣這樣 那你就這樣水晶的下去了 然後後來大概不到一分鐘吧 所以應該怎麼RAID 如果不是照著念的話 如果 沒有 應該是說 應該自己要演一遍給他們看 好 就說 大俠 你為什麼來這裡 然後我就說 我為我的目的 就是要這樣 對 對 要這樣喔 主持人的那個情緒 才會被帶控制起來 所以你用念的 只有他們有在聽嗎 大概不到一分鐘吧 那個鄭敬一 就說 就說叫我不要再講了 然後說好難笑 然後後來我回去 我就跟 當時我老闆是李典勇嘛 那李典勇是 全演藝圈裡面 真的是算是 虎爛之王 然後他就跟我講句名言 他說玉琳 沒有這個下臉吧 鬼扯啊 你自己鬼扯的 真的啦 沒有鬼扯 所以你後來就開始 訓練自己的口才好 就開始訓練自己 那個嘴能健一點 好 那目的是 因為是職場上的一個壓力了 你如果不這樣 你在這個行業 根本沒有辦法混 了解 我覺得看電視能可能很多人 正在煩惱這件事 希望你們今天講的 會稍微有一點勵志的作用 可以對不對 我覺得 我覺得學你可能會死耶 不會啦 不會啦 我今天有點這麼小巧的成就 還不是靠一張劍子 還會有選手請做